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撒钱升级多项福利 增加富人税 口号喊的就是让更多人挤身中产阶级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在预算中阐述了 自由党如何分配392亿元的净新增支出 同时坚持既定的财政监管原则 旨在为加拿大的年轻人提供获得中产阶级生活的公平机会 作为追求税收公平的一部分 自由党计划引入新的税收途径 要求加拿大最富有者支付更多的税款 王慧兰表示 忽视财政锚点将把更多债务留给未来一代是不负责任的 王慧兰表示 本次预算案旨在为加拿大迁徙和Z一代提供 挤身中产阶级生活的公平机会 规划了未来6年内的财政计划 预计投入392亿加元的净新支出 然而预算依然没有预计到达财政平衡 并且比先前预计的每年赤字都要大 预算显示联邦公共债务利息将在28-29年达到643亿元 这个财政预算有几大重点 其中一个就是税收 政府在预算案中提出将要求加拿大最富有的人支付更多税款 以带来新的收入用于各项政策的支出 加拿大政府将目标锁定在最富有的0.13%人身上 通过增加资本利得的包含率来提高税收 而且这次下重手 投资收入为25万以上的人 这部分税收将会从目前的55%接近67% 新税率适用于24年6月25日或之后实现的收益 预计这项征税将影响全国约12%的公司 和年收入在142万加元上下的加拿大人 方惠兰预计 本财年加拿大将出现400亿的赤字 联邦政府未来5年的支出比计划多出了529亿 且联邦公共债务费用预计在28至29年增加到643亿 有人表示加拿大政府债台高筑 现在宣布增税想填窟窿 但这能填多少又能撑多久呢 下面是加拿大自由党2024年联邦预算的一些关键点 在住房方面将公寓的资本成本津贴率 从4%提高到10% 使建筑商能够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 将首次购房者的第二代款摊销期延长到30年 将更多公共土地用于住宅建设 包括加拿大邮政和国防部的财产 并向开发商租赁土地 在两年内花费2.5亿 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紧急问题和住房短缺问题 高净值个人公司和信托将支付更多的资本利得税 烟草和电子烟产品的消费税将上涨 香烟一条增加4元 电子烟用品增加12% 共计近17亿元的收入将在5年内产生 政府将在4年内花费4800万元 并随后每年花费1580万元 以宽免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贷款 另外还将在4年内投入2.538亿元 以及每年8430万元 用于宽免一系列健康和教育工作者的贷款 包括卫生员 药剂师 教师和社会工作者 对于企业 未来10年将对用于电动车供应链 关键部分的建筑物成本提供10%的税收敌免 同期将对新设备或清洁电力的合格投资 提供15%的税收敌免 被约60万中小企业提供新的税收敌免 价值25亿元 这些敌免涵盖2019年以来的燃料费用 新的药物保险计划将首次覆盖避孕药物和糖尿病药物及用品 预计5年内花费15亿元 预算中包括最多50亿元的行业无关贷款担保 用于土著社区开展资源项目 政府还在开发警报系统 用于寻找失踪的土著妇女 女孩和性别多元人士 自由党政府计划到23年将军事开支提高到GDP的1.76% 其中在未来5年将投入81亿元 并在2044年前投入730亿元 预算中还包括11亿元用于未来3年 延长对寻求庇护者的住房援助计划 以及5年内拨款2.74亿元 用于移民和难民法律援助 还包括7.435亿元用于未来5年加强庇护系统 并简化申请和移除流程 另外 沃泰华将在即将到来的预算中 拨出24亿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能力 沃泰华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0亿元 用于国家学校食品计划 只在为40万名额外儿童提供餐饮 自由党政府计划为加拿大各地扩大儿童保育 提供超过10亿元的低成本贷款补助和学生贷款宽免 由于自然裁员 未来4年联邦全职工作人员将减少约5000人 这是为了削减成本而采取的一部分措施 不知道对于自由党的这一份最新的财政预算计划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今年年来 加拿大政府一直鼓励电动汽车的销售 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奖励措施 不过最近却有不少电车车主陷入了麻烦 要知道 加拿大人曾多次被鼓励购买电车 特鲁多政府甚至规定 到2026年 电车在加拿大新车销售的比例为20% 到2030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60% 一位名叫做Kathryn的车主表示 她买的是短程充电式电车 在居住的大楼物业同意她充电后 她还专门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首先 大楼允许我购买延长电线 后来我们被告知 出于消防部门的安全考虑 不再允许我们使用延长线了 Kathryn表示 最近他们大楼里的所有电车车主 都收到了通知 他们将不再被允许 在楼内接电充电 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许多车主 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他们将无法在家中给电车充电 原因是 其他拥有油车的车主 并不那么急于承担 安装充电桩的费用 至于安全原因 Kathryn表示 她的车辆在出售时的卖点就是 可以插入常规插座 想必她已经通过了安全的测试 以确保她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充电 关于哪些车辆的污染更加严重 也存在争议 电车的反对者 支出电池处置和制造电车所需的材料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另外一些支持者则认为 电车使我们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并且能够显著地减少城市空气污染 Kathryn表示 现在的问题在于 虽然政府正推动电车主导市场 但它回避了一个简单的现实 电车目前只适合那些有财力的人 充电成本通常跟加油相当 但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 尤其是还要在附近找充电桩的情况下 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家充电是比较实用的 但是如果要考虑到充电对邻居的影响 那么买电车只适合那些 拥有自己独立屋或住在有充电桩公寓的人们 文革华等一些城市 现在要求所有新建公寓楼的每个停车备 都提供二级充电桩 但其他购买了旧楼公寓的人 却没有这样的保障 鉴于加拿大的住房成本过高 私人充电桩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 都不太现实 Kathryn说道 人们积极地鼓励我购买电车 政府甚至提供了激励措施 但当我住的大楼决定切断我的电源时 甚至没有提供其他的替代选择 我感到很无奈 如果没有晚上的基础设施 到2035年实现百分百出售电车 只是一个白日梦 或者说是一场噩梦 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 兼创始人Brian表示 如果不解决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的障碍 就很难生存下去 目前有27000个公共充电窗 供加拿大人使用 但是 如果要实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计划 需要在未来11年内 建好44万2000个公共充电桩 他说 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1年里 每天需要建100多个充电桩 另一个障碍是价格差距 平均而言 电车比油车贵 14000加元 而且利率上升 更加剧了这一差距 加拿大联邦政府曾推出激励措施 促进了电动车的销量 但这些措施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对于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买得起日常杂货 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想象一下 作为一个必须应对 价格不断飙升的 婴儿配方奶粉的父母 那么就更加艰难了 这是一个人 在最近的Ready帖子中指出的 用户分享了一张 雀巢Good Start 婴儿配方奶粉的价格照片 帖子中写道 2024年做父母很艰难 我无法想象 有一个孩子 却无法母乳被养 还要花这么多的钱买奶粉 照片显示的是一个重 942克的婴儿配方奶粉 售价为62块9毛9 目前尚不清楚 该产品在哪家商店出售 但在线快速扫描显示 同一品牌的婴儿配方奶粉 在Shopers Drug Mart 售价为65块7毛9 在沃尔玛的售价为62块9毛7 在No Frills的售价为62块9毛9 加拿大家长们纷纷发表评论 许多人表示 他们看到这个价格 在过去的几年里翻了一番 2021年 我花19块9毛6 购买了一罐普通的婴儿配方奶粉 到2024年同样一罐的价格 现在为37块9毛7 一条评论写道 是的 在过去两年间 配方奶粉的价格翻了一番 另一个评论写道 加拿大不不生产配方奶粉 全国没有一家工厂 所以我们百分百依赖美国 就像我们的药品一样短缺 许多人将婴儿配方奶粉价格上涨 归咎于雀巢等供应商 2016年 我的促销价格为26块9毛9 现在我看到Costco的43元 而感到兴奋 一位家长分享道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雀巢表示 原材料包装和材料成本 进口关税 生产成本 低方税 以及运输成本 只是影响婴儿配方奶粉 零售价格的几个因素 本周一段安省约克区警察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玩手机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周一发布在TikTok上的视频显示 一名约克区的警察 在该地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 同时使用手机 几乎没有看前方的道路 该视频引发了人们的愤怒 在发布后短短15小时内 就有超过1800条评论 和12000次的点赞 许多人对警察的行为感到愤怒 正如一位用户写道 警察忽视了太多的法律 或者认为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也有人指出 并非所有民法都适用于值班警察 一位评论者指出 有时他们接到了求救信号 正在赶赴现场 需要随时了解最新情况 紧急服务车辆的司机 在执法时确实不受禁止使用 手持设备的法律约束 因此虽然这名警官被指责 无视交通安全 但他也有可能 没有真正的违反任何法律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说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而不看前方道路的做法 并不值得推荐 约克区警局的一名代表承认 虽然根据公路交通法 也许这是合法的 但警方将调查这起事件 以确定当时的情况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